參照裡面的飯店管理這一題 飯店管理,反正上個禮拜是人事管理,所以你可以有一個方向,反正你的工作裡面 如果你對管理方面 行政方面工作大部分就這樣,只要在辦公室裡面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比如說今天老闆給你一個任務,就是什麼任務呢?第一個,他希望你從 B欄到I欄裡面幫我做出一個叫booking的ID,booking就是 就是訂房的一些一個編號,ID的編號 這個編號來自於哪裡呢?來自於這後面幾個訊息 這裡的話就是住哪個飯店,booking date,就是哪一天訂的 然後check in,他哪一天入住,哪一天離開 然後住哪一個房間,就哪一個飯店的哪個房間 然後呢,住幾個人,單人房,還是兩人房,還是三人房 那他的那個名字叫什麼,他的姓叫什麼,這些相關訊息都有 那一般的習慣是這樣啦,如果有這些訊息,我們可能會希望怎麼樣 以後看一個編號 這個編號裡面呢,就幾乎把最重要的訊息通通都放在編號裡面了 OK,那這裡的話題目裡面的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先切到那個 這個這邊有booking,然後booking list 這個是 這個是編號,所以你切到編號的時候你就知道 原來他這邊的編號要長這樣子,但是目前前面是沒有的 所以你也可以參考booking list 所以呢,他前面 總共的話呢,會有這幾碼 這幾碼的訊息分別是什麼呢? 前面是飯店的縮寫 所以你看這個縮寫有時候,如果你經常 這個資料你熟悉的話,應該馬上可以知道這是哪一個飯店 然後呢,這個是 是哪一個,住幾天吧 然後哪一個人住的 如果你不太確定題目的話,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再開啟雲端部分 那我的題目在雲端上 也有 題目裡面有相關訊息 第一題的話是在什麼呢 booking的工作表 OK,就剛剛講的那個工作表 利用幾個函數 vira函數跟test 這個test我們之前也有做過 vira函數也有做過 這兩個都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熟以後很多事情你很難做出來 那他說要什麼呢 他說要從那個hotel hotel detail這些欄位裡面 設定那個booking id 顯示的資料 那他的規則這邊有講 他的規則是什麼 hotel id 這個指的是hotel的縮寫 然後check in的日期 那但是要試嘛 MMDD 也就是說入住時間 check in的時間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入住時間的切過來這邊 check in的時間 這邊的話有年月日 但是他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哪一個月 哪一個日就好了 年不用 因為這個可能一整年度的 你年不需要 可是問題如果1月6號的話 那你要顯示成 0106 OK 也就把這個訊息變成這個訊息 串接到這裡來 check in的日期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訊息 可能要知道呢 check in日期 然後再加一個dates dates指的是住幾天吧 那他這邊是什麼 check out 減掉check in 再加一天 是 比如說我們住的話 是什麼三天兩夜 有沒有 那不是夜喔 不是住幾晚 而是住幾天 所以住幾天的話呢 應該是從什麼 check out日期 他比如說從1月6號住到1月8號 請問他住幾天呢 一般是什麼 8減掉2 2天 不對啊 應該6 7 8 所以要加一嘛 可以是3天 他住3天 3天兩夜 OK 所以這邊的話 那我們是要3天這個訊息 那最後還有什麼地方呢 還有這個first name first name指的是 他的那個姓 不不他的名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什麼 所以顯示出來結果就要這樣一串 他的hotel的縮寫 加上他check in的日期 而且是要月跟日就好 然後要 那個 如果各位書要補0 所以你會發現1月就01喔 OK 然後住幾天 這個人的名字叫什麼 名就好了 不用姓 OK 所以這部分特別重要 這個一定要做對 如果你做錯的話 後面就查不到東西了 所以要怎麼樣完成 第一件事 這個可能 是需要 當然如果你 不會一些方法的話 變得你要土法煉鋼 那你怎麼做呢 1 先找到這個hotel 他的縮寫在哪裡呢 其實你可以切到hotel這個對照表 這個對照表裡面呢 你可以查一下這個有沒有 hotel什麼 這個名稱 然後你比對一下 他在這裡 所以他的hotel ID 就這一個 所以你要把這個東西 帶到前面 當然呢 如果以前土法煉鋼可能就什麼這個 先把這個先複製有沒有 然後 再帶到這邊來 然後把它直接輸入上去 假設這個這樣子 好 Apple 應該是直接就輸入資料 輸入 然後 一槓 再來怎麼樣呢 Check in的日期 Check in日期 那你0106 然後住幾天呢 住三天 再來呢 就是 一槓 然後再來就串這個 所以你 不過當然不是要你這樣做啦 因為你這樣做的話 永遠喔 你時間可能就 不夠用喔 那我如果希望呢 把這些全部都串在一起 該怎麼做 請各位第一個先開啟 這個飯店管理這一題 稍微了解一下題目 畫面先換給各位 來看一下 第一個要縮寫 所以我們可以 按照 題目的要求 反正分成幾個單 幾個步驟來做 第一個的話就是 他這個 這個是 總共會有 1234個步驟 所以其實就串接四次就對了 那雖然是一題啦 可是實際上是有 四題在這裡面 所以 看起來相對的會比較複雜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旁邊這邊先練習過 練習完之後再把它搬過來也可以 你也不一定說你一定要直接在這邊串 因為怕你做錯 OK那首先的話我要用這個飯店 查到他的什麼 他的這個編號 他的ID 那這個地方的話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你會發現 在他的那個 左上角會有一個hotel detail 意思就是說這個範圍 他的名稱 叫做hotel detail 實際上這個是我們自己建的 當然你以後也可以自己建 hotel detail 他這個題目本身已經幫我們建立所以 你可以在公式裡面找到 名稱管理員 名稱管理員裡面呢就會有一個叫hotel detail hotel detail 這邊有沒有叫hotel detail 在這裡 你可以點這邊一下 他會告訴你 這個範圍叫hotel detail OK 他的範圍 他的名稱 所以呢我們如果要查詢的話可以查這個 那 查到之後把第2欄資料幫我帶回來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第1個 要不要放這邊 查入函數 那如果要查資料的話 你一定要很熟一個函數叫 V入函數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 V入函數 這一個 那如果要value的話就查什麼 查這個hotel的名稱 去哪邊查呢 去哪邊查 table F3 F3裡面 查到什麼呢 查到這個hotel的detail 這個 去這裡面查 應該可以理解 反正以後用理解 可能你們比較不熟的是前面這個名稱 不過你以後自己看到這個名稱 你就自己 把它 翻譯成中文吧 因為這個我覺得最難的就是這 其實當然你看久就熟了 但如果你還不熟悉他的話 你慢慢自己要把這個中文的意思翻出來 OK hotel detail 裡面 去找什麼呢 切回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找這個範圍 你可以點一下他又切過來 1 2 一定是查第1欄 V卵數的特性是只會查第1欄 不會查其他欄 那你要帶回來第1欄 我要帶回來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2欄的資料 所以呢把第2欄的資料帶給我 那比對的方式我要完全一模一樣 輸入0就可以了 我可以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他的縮寫全部都做好了 再來後面串一個什麼and and一個減的符號 因為我需要後面再串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這and什麼呢 後面呢 打勾一下 後面我還要在串什麼 所以你可以切到題目裡面看一下 第一個我做完了 那第2個我要做 他的check-in日期 但是check-in日期的話要是四碼 如果現在 直接 把那個資料搬過來的話 特別注意 目前 會有個問題 就是 他的月跟日的部分 他的check-in日期在這裡 那我要什麼方式 當然你不可能說and and什麼 and check-in日期 只要你把它 打勾 然後變這樣子 為什麼 前面 我 這個日期本身 其實他就有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距離1900年1月1號有幾天 所以3萬多天 所以他打回原型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不要 我 不要這樣的訊息的話 我只要月跟日的話 其實你可以利用一個函數 叫 TES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再把它復原 假設 我原來是到這裡 那如果我要加一個check-in的 月跟日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1有不要放這裡 2請你 第2次使用函數的話 使用前面的下拉清單 找其他的函數 其他函數裡面找文字 文字裡面的話 記得找那個TES TEST 這個前面有用過吧 有沒有我們在手機 手機的那個 綜合練習 裡面就應該有印象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Value給他 Value就是他的 check-in日期 如果說我今天呢 只要他的 月跟日的話 請你先打兩個雙以後 因為他一定要一個TES TES就一定是前後雙以後 月份的話 打MM 你會發現 01出現了 那日的話就滴滴 OK 有沒有這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哇 好神奇 剛剛好可以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他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應該是 END 我剛剛打錯了 應該是END 不是加 打勾一下 好你會發現 飯店ID 加上check-in日期 那再來後面 END 然後再來怎麼樣 END再一槓 一槓 然後再END什麼呢 把 check-out日期 就是離開日期 就是離開日期 減掉什麼呢 減掉check-in日期 再加一天 因為我們如果減掉是幾個晚上 那我要算出幾天 那打勾一下看看 你會發現 就一個三天 後面呢 在END END什麼呢 END還是 一個 一個減的符號 在END什麼呢 END他的 First name 他的名字 OK OK好 這樣的話呢 打個勾 就大功告成 再向下填滿 完成編號 OK 你會發現會做的話效率很高 馬上OK 但如果不會做的話 這是一個大問題 好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重點提示 總共會分成 四個部分 一 把這個hotel 查出他的ID 放在這裡 2 主要這個 Check-in 這個要變成什麼 0106的話 記得用TES 格式化 那你把資料給他 加一個MMDD 不過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OK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 再來就住幾天 這個日期 剪掉這個 加一天 最後就是在串什麼 串他的First name 串完檢查一下 特別主要這個地方不能夠錯 因為錯後面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booking list 如果你這邊做錯 後面又查不到了 OK這一點可能要注意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也是要利用view函數 所以這邊關鍵 就是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以後這個一定要很熟 然後呢 去 那個 與booking範圍名稱 booking範圍名稱 實際上指的就booking 指的就是那個 很大的那個 我們那個工作表裡面的那個範圍 然後再來的話找什麼 分別就是找name name的話是找什麼 找 那個 booking ID 意思就是說 我們切到這個 題目來看 切過來之後 他這邊有幾道題 分別就是那個name loom number 幾碗 多少錢 總共 那意思說從這個裡面 可以再去查到相關資料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剛剛我們建的那個booking ID 那booking ID裡面的話會有相關訊息 那怎麼去查 特別注意 我如果今天booking ID 這個要去哪邊查 查 這個總表 這個就是總表 那這個就是我要查的 那我第一個要 在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的話呢 幫我找出 他的名字叫什麼 特別注意 你不要說自己慢慢這邊往下找 因為你這樣很 花時間 所以以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怎麼樣把資料調出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virus函數 所以第一個 插入函數 然後到這邊呢 這個總表 特別說這個總表 名稱管理員裡面 公式名稱管理員 他已經幫我建了一個叫booking 所以點下去這邊 實際上就指的是 在那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一個總表 總表部分 那麼這個總表部分的話要查什麼 那如果你要查名字的話 他總共會有幾到底 如果說 我要查什麼呢 第一個name name的話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這兩個欄位嘛 h欄 跟i欄 把它合併在一起嘛 這個是名字嘛 這個是姓嘛 穿在一起中間下的空白不就是他的全名了嗎 OK第一個 第二個要查什麼 查他的rune number 他住哪一個房間 這邊就有了 rune number 對不對 所以 把那個第六欄的資料調過來 另外還查什麼 幾晚 不是幾天 是幾晚 所以直接把 這一欄跟這一欄 把這一欄找到之後 再剪掉這一欄 這樣OK了 當然不是叫你塗法力 應該慢慢找 最後的話呢 price 這price的話是什麼 price特別重要 這個是 這一個飯店 所以前面g1 加上他的rune number 就可以查到 那個price在哪裡 在hotel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price 不過你price要查的話 一定有一個什麼 就是一定要是什麼 飯店的id 加上他的rune number 所以譬如說中間下的1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查的話 你必須先把什麼呢 把那個 這個id本身有那個 他的前面的那個hotel的id 加rune number 你就可以去查price 最後 多少錢的話 就是幾晚 乘上 他一晚多少錢 那就是amount 就是他加總 就是你的花費 OK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怎麼去查詢 這個資料 第一個name的部分 1 查乱函數 我們一樣用什麼 用那個 檢視與參照 裡面最後一個 v乱函數 那查什麼 查這個id 帶過來的 去哪邊查f3 去booking 裡面查 他會幫我查到他的id OK 他的id裡面 然後呢 我需要哪一個 欄位的資料 booking裡面的 1234567 第8 跟第9 OK 那我先把第8 先查過來 比對方式要一模一樣 所以零 OK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他就把他的 他的什麼 他的名字 叫什麼 Romeo Romeo 他帶回來 按確定 好 Romeo 他姓什麼 其實很簡單嘛 串接and 中間加一個空白 所以雙引號 空白 後雙引號 再and 串接什麼 哎 其實 剛剛第8欄 第9欄不就是他的信嗎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複製 貼到後面去怎麼樣呢 再把它改成什麼呢 9 對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把第8 是他的 名字 第9 是他的信 中間加一個空白 OK 這邊記得雙引號裡面是一個空白 OK 打個勾 名字 掉出來了 點兩項 全部查完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你會做 利用VIRULO函數 至少 效率一定 不會太差 比那個 吐吐吐吐吐吐吐 如果你不會 用VIRULO函數的話 那基本上 你要能夠早下班 應該是很困難的事情 甚至如果你學一學 這邊你還可以幫 幫你家的 你 像我 因為 晚上 有一些推廣部的課 都大概是你爸媽那個年紀的 所以你 媽媽如果不會這個你還可以教他 他如果會這些東西啊 真的對他工作很有幫助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都不會這些東西 真的效率很差 會了之後呢 整個感覺工作變輕鬆了 這是真的差距太大了 會跟不會其實做的兩個世界 你姑且不論說薪資多寡 你工作的那個 愉快的程度 其實就 還有那個成就感就不一樣 如果你能做 說真的很簡單 真的非常的簡單 但你不會 你會發現 哇這頭痛了 但是有的時候 像 你們之前 你們的父母親那一輩 很多都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家 做事 這些東西 說真的很麻煩 好那所以 信 名字加信 中間加個空把OK了 那room number怎麼查 其實道理差不多有沒有 只是差別他在第六欄 剛剛是在第八欄 第九欄 所以聰明的 做法是怎麼樣 把剛剛的東西複製貼上 那我剛剛已經複製貼 複製一個微軟 所以加個等於就好了 等於 把第六欄 打個勾 Rain number不就帶過來了 OK 然後呢 nice 就是 擠碗 那就是 這一個第五欄 減掉 第四欄 那公式不就也是一樣 所以怎麼樣 你可以加個等於 Vero函數 把第五欄的資料 先幫我抓過來 我再把他剪掉 他的第四欄 那這樣子幾晚不就算完了嗎 OK 可以看一下有沒有OK呢 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這個做一次 幾晚 全部OK了 所以非常方便 做事情如果可以這樣 感覺其實 就會非常的愜意 甚至如果你可以把VBA寫完 那更好 按下去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有的人 之前上 上過我的課的 之前的學員就這樣 本來不會每天 一個早上的事情 後來會了之後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一個早上的事情 一個按鈕就解決了 他就覺得 非常有成就感 整個人感覺眼神中 充滿著希望 本來是一個換散 突然間感覺是 很愉悅的感覺啦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這個道理 那price的話呢 就是把 前面的兩個字 加上 這三個字 所以你要先做 所以先做什麼 如果你要查這個price 那這個looking price在 我們的 名稱管理員裡面 他其實有個名稱叫looking price 的一個範圍 這lookup price 你可以點下去 他就是這個範圍 查是查這一欄 幫你把 他一個 晚上的 房價 幫你調過來 然後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切過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先把那個公式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的前 前兩個字 我們用什麼 前兩個字用laps 應該還記得吧 laps 錢瓜糊 然後這個編號裡面的前兩個字 再and一個 減的符號 所以and一個減的符號 再and什麼呢 and這個run number 所以 他前兩個字 再串一個減的符號 再串 打勾看看 有沒有 兩個字 他怎麼一個字過來 laps 我忘了做一件事 豆點什麼呢 豆點兩個字 剛剛說 你幫我抓前面兩個字喔 g1 1-372 然後他多少錢呢 在 look price 裡面 其實當然你不是用眼睛看了 怎麼g1 g1你當然不是說 找到之後的話 3 這邊 374 OK 372 然後把這個帶過來 372 然後38 當然你也不是叫你用 所以你可以怎麼 一用類似的方法 一把這個先做出來 二把公式減下 再 放到那個 lookup Vilhan 署裡面 把公式貼上 貼到這邊來 我要查這個東西喔 去哪邊查 F3 在哪裡呢 在lookup lookup price 有沒有 這個 表裡面查 查第 二欄幫我帶回來 然後呢 我要完全比對 0就可以了 3800就帶過來 所以你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其他的房價 瞬間 也全部查完 你可以檢查一下看有沒有錯 如果你中間有錯表示你公司有錯 所以你會發現房價都掉出來了 一晚大概平均 都是1000塊以上 不過我發現 像我在那個 ACOTA 我特有訂的經驗 1000塊以下都是青年旅館 不過青年旅館當然真的是住青年 我看了一下真的年輕人去住 其實蠻想住住看的 我想說我去應該會很奇怪 所以大部分訂大概都一定要2000 以上一晚 那現在如果出國 你不會用那個ACOTA或HOTEL訂房 真的不方便 所以其實這個 這些方法 大家也要好好學習 好那再來的話 Amount 就是什麼 等於 幾晚 乘上 他的price 這樣就是他總共要付多少錢 打個勾 OK 不過這邊 應該還要有匯率的問題 像這個是台幣 以後你們訂房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真的在國外訂房 你要特別注意 一定要用當地的 當地的幣值去換算 不然的話他轉轉來轉去 你會發現 差了可能有差了 差了一成的那個房價 你看到 可能可能是2000塊 可是你最後付錢 其他人變成 2000 原來我們是用台幣付 那他變成他轉匯 轉匯他會給你收索續費 還有匯率匯差等等 所以其實 盡量還是用當地的那個 這也我的經驗 OK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全部算完了 就完成這一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特別注意 如果你待會看到 假如你查出來的結果會有錯誤 請你先檢查一下前面的公式 如果你前面的公式做錯 你後面也會錯 那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後面錯不一定是後面你做錯 是因為你前面 所帶出來的東西不對 他查出來結果也會錯